好 某些某些 大家好 我是容易忘 那麼我今天想要提案的是一個 就是想要發起一個 花文附上判決書的運動 那麼為什麼會想要提這個 是像前幾天有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是PD上面有瘋狂轉變一個新聞 是說司法首例 三難收舊不利 然後判國賠267萬 然後這時候大家看到標題 然後可能就會開始瘋狂的虛文 說這是搞什麼啊 那個這三小判決怎麼是原美的 那麼但是其實會發現到說 其實現在自從公民覺醒之後 越來越多人其實 不是只是看到一個媒體的標題 然後就開始開始虛 都是什麼爛證 爛法官什麼之類的 慢慢有越來越多人 會開始提出一些疑問說 想找判決書來看不知道怎麼找 或等幾天那個判決書上網 或在評論吧 或是也有人說那個 有問題就用判決書來講 不要跟那邊批話一堆 然後上這邊也蠻有意思 他說蘋果跟這篇 這篇是自由時報 加起來完整很多 兩篇都只講到一半重點 所以其實很多的跟判決相關的新聞 其實新聞都講得很片面 因為他們可能媒體 因為自己的立場 或是因為他們覺得打率比較爽動 他們只挑出這部分來講 但是其實最完整的資訊 應該是在判決書那邊 但是沒有任何媒體 他們會在發新聞 順便補一下譬如判決書的網址 或者是說這個判決的 判決字號是多少 讓大家可以去找原始判決 那麼其實大家是可以上司法院的裁判書網站上面 去可以查到就是相關判決 例如說像剛剛那個國平案件 它是101年眾國治第三十號 然後台北的地方法院 但其實這邊查詢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大家講說 這個字號是101眾國治三十號 然後他有調法院 其實會願意進來這樣慢慢找的人很少 但是 可以進來會長這樣子 但是 好事是5月20號的時候 裁判書網站那時候加了兩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是他加上了歷審裁判查詢 就是 左邊這按鈕 這個按鈕是5月20號才加的 就是可以讓你查到 這個案子是在地院的時候是什麼字號 然後在高等法院什麼字號 然後另外就是 以前他的所有內容都是有黨外聯的 所以等於說你把網址丟給朋友 朋友進來看是看不到任何東西的 但是 現在他不打外聯的 所以你可以把網址丟給別人 然後別人就可以直接看 那這些事情就是很方便的說 那這樣子 我們真的想要讓大家來直接看判決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網址丟給大家看 那麼 也因為這樣 我之前就做了一個很陽春的一個 裁判書的paster 只要把裁判書的網址丟進來 就建議是丟那個友善戒因因 因為友善戒因因的網址裡面資訊比較多 然後丟進來之後 我就產生出一個比較基本的 譬如說法官是誰啊 他的字號是什麼 然後他的主文什麼的 分別在哪裡的一些相關資訊 然後另外我也把其中就是 可以被分享的那個網址也放在這裡了 那這個部分是一個wikipedia wikipedia的wikipedia info box的一個格式 所以只要把這個格式貼到wikipedia wikipedia自然就會加上一個這樣的區塊 所以只要 只要跟判決有關的條目 把判決書找出來 然後貼上去 就可以透過讓大家 從我體力量去找到 相關的判決跟詳細資料 ok 所以呢 關於這個專案我今天所想要的 就是 第一個是想要能夠生出一個 判決書搜尋的一個交戰手冊 就是鄉民都很喜歡人肉搜索嘛 那其實就讓大家把人肉搜索的力量 放在搜尋判決書 我們就把判決書 就新聞出來後 我們就找出來這判決書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也可以成立一個臉書社團 就是 當有人有疑問 這新聞的判決書在哪裡的時候 可能大家不知道在哪裡找的時候 他就可以上來丟 那麼自然大家就可以來發揮人肉搜索的力量 找出這新聞的判決書在哪 然後把原始的判決書丟上來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了這個交戰手冊之後 就 OK 反正就這樣鄉民人一起來啊 幫忙找上 然後並且把這些判決書 把它分成到這些地方 然後讓大家就是更 能夠 就不只是這種新聞 能夠有判決書可以參考 所以 今天不顯然就是 來搞交戰手冊 好 謝謝